我是四哥 我在宁波 我在江宁波 我在宁波最好的医院 李慧立医院 准备给你们拍这个李慧立医院 今天大概什么情况 走 好了 我现在已经快到这个医院门口了 这边门口啊 有很多车都在排队 给你们拍在这边 车非常多 这个医院这边啊 停车不是很方便 这边外面正在进行这个改造 停车有点麻烦 我建议你啊 最好是打车来 这边进去就是医院了 我准备 走到这个门诊大楼 带你们看看这个里面 今天大概什么情况 这边是李慧立医院的东部医院区 这是一个新建的医院区 右边还停了一辆公交车 前方就是门诊住院部大楼了 准备走起来 正一个进来啊 还得把包固安解 搞得非常安全 这边左边就是自助服务区了 这边可以取这个预约的挂号 人非常多 左右两边都有12台机子 非常方便 右边是这个出入院办理的窗口 也可以在这里挂号 这边有很多这个自助服务机 非常方便 我准备走到楼上的各个科室给你们看 今天大概什么情况 这里有家钢琴 这个电梯啊 人非常多 一楼的公厕正在改造中 我们走起来 澳楼这边啊 已经人满为半了 这边有很多自助服务机 感觉这个医院这边啊 不管是哪天 人都非常多 不像商场 只有周末人比较多 这边是不分时间段 给你们大概拍下 这边是皮肤科 大家正在有趣的前到后整 非常安静 虽然人有点多 但是并不吵 这边人也非常多 我准备去下三楼 简直这个已经人满为患了 这边有四台电梯 效率非常高 这边有四台电梯 一共是八台电梯 医院里面啊 咳嗽的声音非常多 我没有戴口罩啊 有点慌 准备去下三楼这边 给你们看一下 大概什么情况 这边的东部院区楼层非常多 一共有十二楼 这边有很多的这种科室 非常全面 毕竟是一个三甲鱼 三楼这边啊 主要是做各项检查的 包括这个体检 还有什么胃镜 肠镜 如果你要做这个体检的话 可以来这里坐一下 非常方便 就在我的这个右边 右边这边啊 就是做体检的 体检中心 你还可以来这里登记一下 做完还有餐厅 可以吃饭 前方就是做必超新建图的 就在这个前方 好的 这大概就是三楼这边的一个情况 今天做体检的人还是蛮多的 好的 这就是李维利医院的内部的现状 好的 那我现在又来到一楼这边 这边里面是这个手术病房 书业大厅 这边开着一些面包店 一鸣针 切奶巴 和这个 嘉嘉乐超市 前面就是 行政大楼 准备走到这个行政大楼那边 那边应该是有一个广场 让你们看看大概什么情况 这边居然还有加星巴克咖啡 可以的 果然看到星巴克了 因为现在很多大型医院 都有星巴克 我之前有点不理解 这个医院里面 开星巴克会有生意吗 但是 后来这么一想 来医院看病的 病人是不能喝咖啡 但是病人的家属 冷淡嫌比较长 还是有很多年轻人喝咖啡 这边就是一个大门口 这边就是已经出来了 女会的医院的行政大楼 就在前方 这边就是门诊大楼 旁边正在各种修建 不知道为什么 还要扩大院区还是 不知道什么情况 这就是理会的医院 视频就给你们拍到这里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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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